朋友家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凌晨5点10分 事情发生在四个月前 今年的三月份 这个小林去黄山给朋友过生日 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小A的朋友 从小林他们那出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这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发生了各种小插曲 先让他们的车子莫名其妙的熄火 然后这个车顶总响起敲击声 下车查看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在上面 而这个中间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还被一只很大很粗的蛇给拦住了去路 摁了半天喇叭 蛇都拦在中间 后来没有办法只能强行压了过去 但回头怎么想都不对劲 三月份哪来的蛇 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就这么一路折腾 到了朋友那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朋友家的小区是老式居民楼 六层没有电梯的那种 他家在六楼住 上楼梯的时候又响起了那种敲击声 那两个人就停下了脚步寻找声音的来源 可他们一停 敲击声也跟着停了 但只要一开始走 那个声音又会在身边响起 找又找不到来源 好了 终于到了朋友家里 这种奇怪的声音消停了 那当天晚上 吃吃喝喝 一直玩到的11点多 这个小林突然间想上厕所了 而这个朋友家里只有一个厕所 当时里面就还有人 可这个小林实在憋不住了 就问朋友 哪还有厕所 一个朋友想了一下 说小区底下 外边一点有那种集装箱式的公厕 说陪小林一起去 结果正准备下楼 朋友的男友吐了 朋友就只好先照顾男友 小林一看 其他人也是趴下的趴下 呕吐的呕吐 只好牙一咬 自己下去了 在楼道的时候 又想起了那种分不清来源的敲击声 但人有三急 那个时候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路飞奔 到楼下终于找到了厕所 三个集装箱就等于三间厕所 但灯都是坏的 小林就选择了最左边的一间 是唯一一个有窗户的 还有些亮光可以撒进去 蹲下去之后 小林就开始刷视频 这个时候又听到那个敲击声来了 而且这个声音离小林是越来越近 于是他把手机给吸平了 全神贯注的听这个声音 突然声音没了 与此同时 小林忽然感觉到 有一股特别强烈的目光 在看着自己 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手机电筒打开 转到了那个小窗户上面 接下来的一幕终身难忘 一个老奶奶在窗口盯着小林 白滑滑的头发 扎着两个小辫子 满脸的褶子 小林就惊叫了一声 屁股都没敢擦 来不及了 跑了出去 从来都没有跑得那么快 冲上楼之后 朋友给留着门 进屋之后 调整了一下心情 坐在沙发上 喝了一口热水 看着朋友们都躺下了 这个小林心中呢 是又怕又急 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慌 于是呢 就叫醒了已经喝懵的小A 让他跟自己回酒店休息 他们当时呢 订的酒店就在朋友家附近 那当晚呢 小林没有喝酒 是可以开车的 那小A醒了之后 也没有挣扎 就跟着这个小林一起 下楼了 结果 两个人走到二楼的时候 小A突然从后面 推了小林一把 小林整个人摔下了台阶 很不可置信的回头看着小A 并且呢 一顿阻碍问候 而小A呢 则是背对着小林 说前面有一个老奶奶 你挡着别人路了 你看不见吗 你瞎 一脸懵逼的小林 环视四周 哪有什么老奶奶 而小A的语气 是非常阴沉的 根本不像他平时说话的风格 再者 小A喝的烂醉 下来的时候呢 还摇摇晃晃的 而那会呢 就站得笔直笔直的 背对着小林 好 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小林正准备继续开骂 而此时 这个小A是头也不回的 往楼上走了 小林呢 就愣了 呆在原地 一脸懵逼 也就是几十秒的样子 朋友和另外一个人 就过生日的朋友 跟另外一个朋友呢 就扶着小A下来了 那看见小林 朋友还愣了一下 说你走了 你怎么不带小A走啊 小林当时眼睛瞪得老大了 说我刚把他拉下来 他突然发火 把我推下去 他自己上楼了 你们不是在半路看见他的吗 朋友一听 一脸的震惊 说哪有呀 小林 你没喝酒 你怎么晕了 小A一直躺在沙发上 根本没有挪过地方 就看见你一个人走了 小林当时压根不幸 正在窃头上 于是呢 想找这个小A问个清楚 为什么推自己 上去呢 就给了他两个大鼻兜 可这个小A呢 跟死猪一样 根本弄不行 就山他都没有反应的那种 和之前比之比之的样子 压根就像两个人 朋友一看 这个小林当时气得都浑身发抖 就说了 小林 你不信的话 咱上楼看监控 我门口的书架上呢 有一个监控 可以看到整个客厅 然而 几个人上楼之后 一看监控 小林彻底慌了 监控当中 可以看到 小A的确是一直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 反倒是小林 不知道在角落里 跟谁讲话 然后手一拉 把一个只有背影 戴着帽子的人 拉走了 这个小林呢 就不可置信的看着朋友 就指着监控中的帽子男 问这个人是谁 朋友也呆住了 因为他压根不认识这个人 当天晚上 所有过去给他过生日的 都是他的好朋友 每一个人 他都熟到不能再熟 如果是自己的朋友 看背影 绝对认得出来 再者 当天晚上 根本没有朋友 是戴帽子过去的 当天晚上出席的人 一共是11个人 那看完监控 在现场 他们又数了一遍 也确实是11个 那么那个被小林 拉着出门的帽子男 是从哪来的 往前 又调了一下监控 从第一个朋友到家 到最后小林他们到家 数了几遍 也确定是11个人 也没有看到任何 戴帽子的人进屋 那么那个帽子男 是怎么出现的 小林呢 和还算亲情的两个朋友 就一脸的蒙圈 搞完监控之后 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呢 小A 有些醒酒了 吵着呢 要回酒店休息 小林就只好让朋友帮着一起 把小A 扶到了车上 那把他们送上车之后 朋友是跑着上楼的 就很明显啊 朋友也吓到了 好 上车之后 看着醉成一团的小A 联想到自己一天的遭遇 小林的心里呢 是又怕又气 于是点了一根烟 准备抽完再走 所以当时呢 就打开了车窗 然而这个烟还没抽完 碰的一声 一团东西 扔到了小林的副驾上 看了一圈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齐皮疙瘩当时立马就起来了 小林呢 是赶紧摇上车窗 叫醒了小A 然后打开车里的灯 发现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里面呢 居然是一大红色的人民币 那突如其来的人民币啊 把小A看醒久了 小林呢 又顺带把自己的遭遇 给讲了一遍 小A当时呢 是赶紧把钱给拿了起来 仔细一看 发现只有上面几张是人民币 而其余的都是民币 尽管啊 这个车里是开着灯和空调的 两个人当时是如醉冰窟 把东西一丢 直接开车冲回了宾馆 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呢 是硬撑着开车 回到了自己家里 可是打那儿以后 小林是天天梦魇 在投稿的前几天 开始吐血 7月15号 她投稿的当天 还在等化验结果 而小A呢 就已经很长时间 不联系她了 朋友圈呢 也都删了 小林发的消息也好 电话也好 都是不接不回 也不知道小A怎么样了 而小林心中最大的困惑 那天那个自己 拉着下楼的帽子男 到底是谁 跟自己的遭遇 有没有什么联系 如果小林看到这条视频 可以在评论区 分享一下后续 好了 我是老飘 我们下个故事见 我们下个故事见